早在春晚开始之前 赵本山就表明 今年她的小品将以小沈阳和毛毛两位徒弟为主角 自己只当绿叶 不抢风头 而在师父的力挺和万众期待之中 两位弟子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尤其是小沈阳 收放自如的搞笑表演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一致好评 顶着巨大的压力顺利完成演出后 小沈阳回到后台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还拥抱师父赵本山表示感谢 零点钟声敲响后 小沈阳和众师兄弟按照东北习惯 给师父赵本山磕头拜年 自说春晚的一炮而红 小沈阳的演出身价从500元一直直线上涨到了数十万元 但事实上在此之前 小沈阳就已经在东北火了很多年 小沈阳原名沈赫出生于辽宁省开源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艰苦的家庭条件并没有阻挡她对艺术的向往 反而成为了她受益终身的财富 上学期间小沈阳就积极参加学校县里组织的各项文艺活动 中学毕业以后 小沈阳进入铁岭建艺术团学习二人传表演 老师系统的教导 良好的艺术天赋再加上自身的不断努力 为她的演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 小沈阳参加第一届本山杯二人传大赛就获得了同奖 对于一个学习二人传只有四年的新人来说 这个奖项除了对自己多年努力的肯定 更大的意义是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赵本山 2006年英历8月15 小沈阳正式成为了赵本山的弟子 开始系统的学习二人传 借着师父的调教和名望 小沈阳的才华得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2008年央视春晚筹备期间 小沈阳就带着小品我要当明星参加审查 她唯妙唯笑地模仿了刀狼 刘德华张雨生等人的演唱 寂精四座 但节目最终还是因为与春晚主题不够相随枪毙 到了当年宵晚会 她又带去了这个节目 结果仍旧没有播出 尽管两次冲击全部鲨鱼而归 但现场的效果据说就已经相当不同凡响 儿子 一天你别老上伙 他们老孙子长得难看 你小叔最好看 妈指的我 小叔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流的 多是人是围着你看你问嘛 姐呀 你家这猴子跟哪买的 网络上小沈阳的演出视频早就异常火爆 而08年她在电视剧《乡村爱情2》中扮演的小配角王天来 也成为该剧中最出彩的一片大绿叶 不一样 上次我送你一朵 这是九朵 代表九九市场 我的真心 舞台上的小沈阳 总是别着发卡穿着裙装 一副娘娘腔的模样 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从19岁一起演出到2004年正式结婚 小沈阳和妻子沈春阳堪称事业上和生活中的完美搭档 由于工作和生活基本上都在一起 夫妻俩基本上是形影不离 白天上网练歌搜集笑料故事 晚上一起去刘老根大舞台演出 每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回到家的两人 会趁着在二人传的兴奋头上喝点酒 交流一下当天演出的感受 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 而有了女儿杨阳之后 这个小家庭显得更加的温馨和幸福 事业婚姻两得意的小沈阳 小沈阳在央视春晚之后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峰 据广大网友统计 春节期间小沈阳共参加了央视 北京 辽宁 吉林 天津 五个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之无愧的成为春晚的走学王 其身价也随之暴涨 剧演出章春 2006年的时候 小沈阳每场出场费只有500元 如今已经暴涨到了30至50万元 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